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講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我所有的會員都是同一檔股票 每一個人都是同一檔 而且只有一檔 他叫8478的東哥遊艇 所有人的成本都是58.4以下 我們在8月買 9月25出了一趟 獲利22%附近 然後把所有的本金收回來 留下的東哥遊艇是不要錢的 叫零成本 當時很多人就一直認為 你為什麼不把它出清 那我也在這裡公開講 這支股票沒做那些底 我今天在Youtube裡面有一個標 三個一輪 何派教輪 這是類股輪漲的盤 何坑的都在我家 所以我們一檔股票一定是做到它長不動 做到所有的利盾都還應完畢了 那有可能一年做一檔 也有可能半年做一檔 這個行情今天又在創新高 我要問各位一句很簡單的話 你的財產有沒有創新高 這樣就好了 請問你的財產有創新高嗎 如果你的財產沒有創新高 可能還賠錢的 是大盤不對嗎 還是你操作邏輯是不對的 你看這個股票是輪漲啊 有些股票是漲完天的 像聯電 世界先進 有很多股票 尤其半導體都漲完天了 你也可以去追啊 你也可以去追啊 可是我們是賺我們要賺的 我們只有一套資金 那我們所有的人今天 東哥遊艇來看今天的收盤 今天收盤是64.3 各位會算嘛 58.4 你64.3除以58.4 什麼叫漲停板你知道嗎 64.3除以58.4 超過10個person 它就叫漲停板 漲停板亮燈對你沒有意義啊 漲停板是你手上的股票 你超過10個person 那叫漲停板啊 假設你有一千萬 你假設有一千萬 你買了十檔股票 你今天就是必須要有十檔股票 這十檔股票全部漲停 你才有10個person 如果你一千萬買了十檔股票 我說平均嘛 你每一檔錢都買一樣 你一千萬買了五檔股票 那你五檔都要漲停啊 這才是漲停板嘛 那你如果說好你買了十檔股票 結果五檔漲停 五檔沒漲的 好就算沒賠好了 你不過五個person啊 我的會員一支股票 一支股票漲停板 十個person超過 他就是漲停板 而且我的會員 不管你有多少錢 你就是賺超過十個person 不是你買了一二十檔股票 我這樣講那個笑話 結果我會員 曾經就打電話來 老師你的股票漲停不夠 我的股票有五支漲停 然後他就怎麼講 你看我不要厲害 你看我五檔漲停 你才一檔漲停 我說你買幾支 他說買二十支股票 二十檔 誰說你還買一支股票 一支股票漲停而已 我說我買二十支股票 譬如我有五支漲停 我抱歉你二十個六百生 我一個六百生而已 對不對 你二十個六百生你才厲害 好而且我都事先講 我也告訴你怎麼操作 來我們看來 這是大盤 買進信號出現 有沒有來到這裡 然後隔天 隔天 也是越過一天以後 他又重新出現買進信號 我說只要買進信號 出現他就會創新高 他就會漲啊 你看大盤重新高 好這是台積電 有沒有 這不是今天講的 每天我都講一遍給你聽 好重新高 好你看大利光 他在這裡 出現賣出信號 這裡就高點 這裡出現買進信號 好 目前是多頭 好那一金光呢 你看賣出信號出現 這裡就高點 就不會夠了 永遠不會夠 除非什麼 除非你未來出現買進信號 就像台積電一樣 好這叫蓮華科 758就是高點 這裡出現賣出信號 他就是高點 永遠不會夠 你要夠 很簡單 你給我出現買進信號 你上一次買進信號 是650到758 出現賣出信號 也就要整理嘛 請問你買進信號出現嘛 好來看我們今天 東哥遊艇 各位 買進信號在這裡 請問他有沒有創新高了 今天是不是創新高 是不是創了波段的新高 是不是 從我們賣了到現在 他就創新高了 來 9月25號我們在這裡 727707賣 因為要為什麼要賣 好我告訴你 我在賣股票 有人真的也不亮 老師外資在買 你是怎樣在賣 外資再買啊 真的啊 來 9月25號外資還買178張 9月28號 禮拜一外資再買165張 結果外資好像買不對了 又賣出去了 好 然後累積到今天484 那484從哪裡來 其實是今天 你注意看今天 來 今天是12月7號 外資買了244張 那你就代表什麼 從我們賣的那一天 賣的那一天 你看到外資買178 165 那現在才484 也就代表 這過程裡面他沒怎麼買 為什麼 這裡就330 這裡就343啊 343是不是這裡 剩下140而已 可是他今天買了244啊 也代表今天外資 才正式大買超 看到喔244 以下你都沒有看到 比244更大的 好 從我們賣那一天開始 你也沒有看到 比244買超更大的 只有今天244 12月7號 所以有投資人就問說 老師外資再買 你再買 外資的錢很多啊 我們只有一套資金啊 我 我知道他要跌了 你說我要不要賣 這老師帶會完 他買就你要叫他買嘛 因為大家資金只有一套啊 你賣了 你賣了又把錢全部收回來 你又可以買比較多的股票 因為他跌嘛 好 他跌下來啊 而且還跌停啊 571 572啊 看到喔 我每天都提醒你 我說 你在這種盤後節目裡面 你看到的投資老師 大家看不懂得漲停啊 他講漲停就是他在追漲停嘛 你有看過哪一個老師買跌停的嗎 而且我從買跌停到這天 我都沒有改變東哥遊艇 就是東哥遊艇 我就是買跌停 我的任何人都賺錢 任何會員都賺錢 我常常告訴我的會員說 這鉤票喔 你賺錢你要滾喔 你說1.1 好10%嘛 1.1再乘以1.1 再乘以1.1 如果你賠錢了 你是在0.5 你乘以0.5以後 你就乘以再10%嘛 是不是變成0.55 0.55你就這樣乘 你告訴我 1.1乘以1.1會比較快啊 是0.5 然後你10%就是0.55啊 那你這樣乘比較快 你告訴我好了 那代表什麼 這個鉤票老實說是不能輸的 尤其你如果超過我們最後一個合理範圍 就震盪範圍 你如果輸了 你不停損 那你下去你要上來很難啊 所以為什麼我帶我的會員戰戰兢兢 我講過很多遍嘛 上個月我收一個會員 一個是約兩個 我們東哥有點賺錢 我們東哥有點賺錢 東哥有點10% 上個月這部費150萬 150萬 我拿這部資 我上個月就是賠了這部船 157萬啊 等於是賠一艘船嘛 這台前我賠我投資人啊 為什麼 一定有人 東哥一定超過賺超過一隻遊艇啊 可是我謝民青 我的節目會是賠錢的啊 那我的會員 一定有人賺超過一艘遊艇 150幾萬啊 你怎麼會公平 你告訴我怎麼會公平嗎 你來當老師 我這裡會員 我對你做東哥遊艇 好嗎 我對你做啊 我賺一百多千萬啊 你謝民青你解釋 你節目會以後 我做賠我會賺錢 你說我怎麼會公平 不過我無所謂啊 為什麼 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啦 一切都是神最好的安排啦 我都從來不相信 你只要讓會員賺錢 你讓他賺一千萬啊 他不會在乎他拿一百萬兩百萬 給交你的會費啦 你如果讓他賠錢喔 你要跟阿姨賠 他就不會賺給你賺完啦 你如果賺錢 他半萬怎麼賺錢啦 我問你喔 你有賺嗎 台股創新高 你的財務有創新高嗎 來 再看 好 我都講得很清楚喔 所以 有沒有 今天有沒有創新高 有嘛 創新高啦 而且那個利空喔 我為什麼給各位看這個利空 十一月就要利空 我說他是一次性的提列損失啊 那未來不會有損失了嘛 不影響了嘛 因為他已經把它提列掉了 4.32損失 減掉前半年賠2.49 理論上賠1.83 那只不過賠0.71 代表第三季是賺錢的嘛 賺1.06 這個 10月份營收要上來啊 所以今天報紙有啊 我們來看哪 12月7號 有時候想一想喔 你會覺得說 欸 謝老師你好像什麼都講在前面喔 後面報紙就會跟著你講喔 不是這樣子 也不是報紙跟著我講 而是我們深入營收一檔股票 他有驗景 他有未來性 他的營收未來會不斷不斷的創新高 那營收如果不斷創新高 EPS就會創新高啊 EPS會創新高 股價未來就會創新高啊 所以我為什麼拿這張來 來 各位你看喔 這叫核胎車 坐車子的股價可以767 好 這是巨大腳踏車 坐腳踏車可以334 坐遊艇的94在這裡呢 他不是創新高94 而是94在這裡 巨大已經突破 東哥遊艇 94這個位置已經不知道幾倍了 核胎車 767離這個位置 你看不知道幾倍了 東哥遊艇在這裡 有時候想一想喔 我說喔 我說我為什麼是個人格者 我說我如果要夭壽 總共有漲停 對不對 好連電搶我就叫你追連電 其實也沒有投過老師叫你連電啊 對不對環球精搶我就叫你追環球精 我都只要搶我就叫你追 面板搶我就叫你追面板 利能搶 好那個轟車搶我就叫你追 每天都叫你追三四檔五六檔 我天天都對啊 我怎麼會不對 我每天都可以收一兩百萬的會員 然後我一個月 每個月可以收賺一兩千萬啊 我身家就好幾億啊 我為什麼不要這樣子 我們 infamous arlo 達še 但是我們就不冷心嘛 我們是上來帶會員做股票 只要會員上去的 那我們一定要保護她的財產 我們簡單不能說 乘客去找找 賺錢一定要讓 你就要這樣子 很多投過老師都這樣子 一天買很多檔 明天就叫你出去 明天就要你出 當就讓你出啦 只要明天賠錢我就不理你了 那運氣好一點 這檔股票就上來 你看我多厲害 如果沒有回來了 他也忘記了 我為什麼做一檔 我為什麼做一檔 你有看過投票是敢這樣做嗎 沒有 只有我謝民青 這種老師說節目是了解的 你敢買 好 你看到報紙了 來 今天12月7號 看到12月7號 好 你看 東哥 拼轉鼓 往下看來 高雄小港 他的廠改建工程已經完成了 注意看已經完成了 意季年底 現在就年底了 正式投產 而且未來的3到4年 逐步會開出產能 將來將預注20億以上的營收 他寫20億我認為是每年 那你可以把它解讀到 好啦 其實應該是每年 每年大概有20億以上的營收 不是全部3、4年 每年 為什麼 因為一艘船有的時候就是 3、5億啊 那不可能一年 只產能只有一艘 所以 英雇 義雇應該是每年有20億以上的營收 那會創下 會帶動下一波 獲利成長的動能 那我 待會我會很 為什麼做動作有點 很簡單 我說的是很簡單 非常簡單 你知不知道 心理計劃器以前是兵贏 對不對 對嗎 大家都知道嘛 心理計劃器本來就是兵贏 那旁邊都噴射堆 噴射堆 應該是說 堆雜號的啊 堆一些什麼東西 有人說 資源回收的啦 那土地以前很兇耶 那有一個阿伯 他就是資源回收 就是現在的環球電視台 就是 我們叫松人路的巷子 那你就看到有一個環球電視台 那一棟就在三邊 那本來是一個阿伯 本舍堆 那資源回收的 他為什麼要在那裡 就人家沒有了 本舍蒙收 資源回收 那要在那裡 他也不肯買了 他也不要錢了 然後呢 然後兵贏 撤掉以後 變成心理計劃器以後 你說那塊土地值多少錢 現在已經蓋環球電視台 蓋了很多人了 那買股票 你要知道沒有人要的時候 你要敢買 他賠錢 就他賠錢 我才帶你買 如果說他賺錢 我才不業力的 為什麼 來 他0.77 負0.71 這負0.71就是賠錢嘛 所以我常常講 油虧轉盈的公司 才會飆啊 而且這個94 你認為他會是高點嗎 他會是高點嗎 然後今天外資 來 給各位看嘛 今天外資是 來是從 今天外資買244張 這244張是怎樣 來 就是 從這裡的高點 看到喔 9月25號 77塊這裡 看到喔 9月25號 看到喔 好 77塊這裡 好 他是從 9月25號以後 9月25號 以後到現在 以來到現在 今天買超最大量 9月25號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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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後天就是第55天的時間轉折 他打了這麼大的大敵 你看就知道這個叫大敵嘛 大敵嘛 這個就是什麼 景線嘛 他今天已經在表態了 你只要讓他跳上去 你只要讓他跳上去 這代表什麼 這叫公企信號嘛 大家看得懂 很多人都看得懂啊 打底完成 今天表態嘛 明天只要讓他跳上去 只要股價突破這條景線 這叫644嘛 這643 今天有到648 好 那明天如果 從明天開始 如果他收盤超過644以上 這代表什麼 正式起漲 那如果正式起漲 你認為77是高點嗎 你認為77是高點嗎 還是 來 還是你認為 944是高點 還是你認為334是高點 還是你認為767是高點 我剛給各位看 蕭鋼廠好了嘛 年底開始營運吧 開始廠可以了 我預估他每年大概 可以增加20億的營收 那20億的營收是什麼概念 來看這裡 各位 你看 這裡是21億的營收 是4.15 看到 21億的營收 這裡是14億的營收 是1.94 看到 好 這裡是17億的營收 是3.27 這裡是15億的營收 是2.97 如果是21億的營收 好 一年如果是 假設一年增加21億 就是每年又加4塊錢進去 他本來今年 我們再看一遍 假設他沒有 他沒有那個損失 沒有那個損失的話 他今年 你說 沒有提到去年的 美國紫公司的損失 你認為他今年2.49 再加這裡的1.06是3.5 第四季 所以東哥有點如果正常的話 每年差不多5到6塊 明年有新的廠能開出 假設是21 可能是10塊起跳 假設是這樣子 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要做一檔 我說給我時間 他營收EP10只要進來 再看一遍 你認為94塊是高點嗎 還是334 還是767 好 那我們下一段講原力細胞 他有一個很大的消息 好消息 那我們等一下講原力細胞 只要是原力細胞 那我認為空間更大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周一至周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2 2 3 3 4 5 6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 有论述到新贵股 那因为它涨跌很大 我们不推荐 那每一个人 我看每一个观众都了解 我在讲免疫细胞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受会员 我已经讲了二十个月了 这个抢头箱免疫细胞疗法 从去年的十月时期到现在 三不五时我就拿起来讲 因为当时政府特官华 也就是没有给药证 我们把它解读叫药证 可是现在药证已经不断地在释出来了 那这一家公司它目前是台湾 药证拿到最多的 那等于是跟18家医院有策略联盟 而且营收已经开始出来了 来我们看 好 你看到营收 看到营收 好 那因为营收有的时候 因为它在新贵 所以大部分人 连法人都没有办法去拜访 人家在新贵 人家也不见得要你拜访 而且法人也不会去买新贵 包括我们公司也规定 老师它上贵以后你才能买 为什么 因为你讲新贵送不到会员 你有事哦 你讲了20个月花了3000万节目会 结果没有人因为免疫细胞参加会员 所以你现在不要带会员买新贵 等到他上贵再来买 可是对不起 我是个人 我是个人者 我是个人格者 我讲这个是为了要救人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你会因为听了我在讲免疫细胞 你去帮助一个人 或是帮助一个家庭 你让他了解这个 我告诉你功德无量 不管你这辈子做了多少的坏事 你如果去坑拐抢骗 但是你如果能救一个人 救一个家庭 我告诉你 神都会把你以前的恶行人状一并抹消 你不相信吗 我告诉你 明明之中神这最好的安排 所以为什么拿这个给各位看 来 这是一个美国罹患癌症的母亲 对着美国德州大学 安德森研究中心的教授说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只要能够多活两三个月 因为想青年 看见儿子从高中毕业 后来因为 他就做美丽细胞 结果活下来了 好 这是余天的女儿 他得癌症以后 那化疗结果就没了 但是因为要生小孩 不能再化疗 所以又再互发 但是呢 好 它第二次进行化疗 同步接受美丽疗 现在癌症只是 几乎就已经隐美了 只是你会看到 好像是消息 没有数目数据 数目字 对不对 好 这是今天的报纸 好 中国护医 也就是长盛 就是跟中国护医 合作的嘛 也就是中国护医 其实是长盛的母公司嘛 好 这里面的内容 好 我把它登录下来 不要大致让各位看 我们讲事实的东西啦 好 第一个 106年6月6号 首度以DC治疗 社户腺癌 好 什么叫社户腺癌 你我你只要超过50岁的男人 那个很容易重 好 但是有救 你注意看来 他是第四期的病患 来 收了48个 好 到11月12日为止 共有11个病人已经完成了 就是这11个病人已经完成DC治疗 接受DC治疗有70% 注意听说 70%的肿瘤控制率 好 然后呢 肿瘤明显消失1位 肿瘤有控制了2位 其他没有变化叫4位 那代表什么 你做什么其他的 只会加深而已 你做化疗 撒一撒还会再长 好 再来 再看第二个 那有一个五页诊斗人的头颈癌 头颈癌的病患 8月接受化疗病用DC治疗 4个月后 经医生判断 肿瘤已经消失了 头颈癌 而且它是什么 头颈癌 你如果对了就差不多4颈癌 你要4颈癌 没有了 火了 好 再来 好 再看 来 那你的尝试是 唯一通过 宿图细胞结合细胞因子 诱导杀手细胞 就是DCcik的细胞治疗 那说33个 其中14位已经完成2次治疗 78.6的控制率 肿瘤消失的1位 控制的有3位 其他的 肿瘤的大小无变化的 有7位 好 再来 2019年9月 由肝脏移植所示 然后7月5月复发 及肝脏肿瘤摔3两次 好 肝脏移植 肝脏移植以后 移植新的进来以后 结果肿瘤在发生 那肿瘤发生 因为肿瘤太大了 只用酸塞 好像用绑的一样 把它绑住 那化疗 结果它在加什么 好 再加所谓的 看到 再加所谓的 也就是所谓的细胞疗法 DCC 治疗两个月后 经医生判断 其他肿瘤也完全消失 肝癌呢 肝脏移植的 移植又因为人 会得癌症 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 是这样子 你就移植 你的生活习惯没改变 你还是会癌症 结果它就有办法治好 在下面还有 你看 这7、8位完成总的 报纸改善 维持正常 所以我说 人在做天的看 我相信神一定站在我这边 要操作美丽细胞 新贵骨头 要参加会 打电话美丽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因此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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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